无赖老人偷瓜毁地,小表弟出手教他们做人 小表弟快开学了,我把他送回了老家 一到家,就感觉表叔最近憔悴了很多 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表叔看这几年的南瓜行情都不错 所以就贷款在隔壁村子包了几十亩地 开始种起了南瓜,本来挺好的事 而且今年的南瓜长势也不错 表叔正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但是万万没想到,就在上星期 地里的南瓜刚成熟,表叔都还没来得及摘呢 就被偷去了几百斤,然后表叔就去地里守着了 那天天刚擦黑,表叔就发现来了一帮老头老太太 成群结队都是隔壁村的 有的拿着麻袋,有的干脆就骑着车来的 这一帮人一天就能弄个一二百斤 表叔赶紧过去拦着大爷大妈 你们这是干嘛呀,一般小偷被人发现了 不都赶紧跑吗 但是这帮老人却不以为然 大大方方地说,我们过来弄点菜 来,你帮我打个手 大妈,你们行行好吧,别偷了 我也不容易,这地是我贷款中的 你们这样,我就赔死了 你们要想吃,我送你们点也行 但是你们不能开车来啊 我这一毛钱都没卖呢 先丢了几百斤 你赔不赔钱跟我们说不着 我们不管那个 你这种人放在以前就是地主知道吗 我们是来打倒地主的 你们怎么不讲理啊 你们快走,听见没有 要不然,我不客气了啊 表叔看着被他们遭见的瓜园 心里的火气已经压不住了 无客气,你想干啥 出来练练 说着走过来俩老头 手里拿着搞病 恶狠狠地看着表叔 这时表叔才明白 他们这那势头 这分明就是抢啊 然后就走到一边报了警 警察来得挺快 但是到了现场 这帮老头老太太 根本不拿他们放眼里 怎么劝说都没用 甚至有的干脆躺地上 说自己高血压心脏病犯了 还有说警察打人的 乱成了一锅粥 后来警察把表叔拉到一边 说这个情况有点复杂 这些人岁数太大了 也不能用强制手段 要不你去他们村委会协商一下吧 然后就走了 表叔一想 也只能这样了 然后第二天就去了村委会 倒是不错 村委会把偷瓜那几个老人都找来了 当面批评了他们几个 当时他们也都保证再也不去偷了 可万万没想到啊 他们是不偷了 他们竟然当天晚上拿着砍柴刀 把地里的瓜全都毁了 听到这里我震惊极了 我实在想不到这些老人竟会如此歹毒 他们完全没有道德底线 甚至公然挑衅法律 一帮人如果没有了约束 那什么事都敢做出来啊 这让我感到深深的恐惧 他们现在是觉得 反正已经这么大岁数了 别人肯定不敢拿他们怎么样 所以连脸都不要了 表叔事宜至此 赔偿肯定是拿不到了 但是可以让他们付出相应的代价 让他们知道 老了也不能这样为非作逮 这是交给我吧 然后我去村里问清了这几位老人子女的工作单位 连续几天给他们单位寄检举信 说谁谁家里老人为老不尊 把偷瓜毁地的事全都写在了信里 虽然老人不在乎脸面了 但年轻人在乎啊 他们单位领导在乎啊 尽管这不能直接影响他们的工作 但是这是真丢人啊 弄得他们在单位受尽了白眼 小表弟也没闲着 利用同学关系找到了老人孙子孙女的学校 然后在校园群里直接揭发了这几位老人的无耻行径 搞得他们被全校都孤立了 现在他们也都知道了自己的爷爷奶奶是小偷 是强盗了 这还不算表弟找到这几位老人家 把他们的大门和窗户全都砸了 我怒斥表弟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谁教你的 表弟理直气壮地说 他们老人能这样 我为什么不能 这叫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他们老了没人敢装 我不满十四周岁 同样不负法律责任 他们毁我地 我就毁他们家 就当他们陪我刮钱了 反正不让我好过 那就都他们别过了 表弟这样一说 我竟无言以对 当秩序被打破 而没有人能来维持秩序的时候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也许就是最好的办法了吧 不知道究竟是老人变坏了 还是坏人变老了 小伙伴们 面对这样的老人 你们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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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